沙亚男体育馆 这座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型体育馆 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拆除工程 正式走入历史 过去这几年 沙亚男体育馆今非昔比 不但屋顶破损 建筑老旧 而且还杂草重生 恍如一座鬼城 这座被誉为雪兰娥之眼的沙亚男体育馆 据说外形灵感来自海龟 但左看右看 或许它更像是一头白象 砸了很多钱 但下场不尽人意 有人说它像是被诅咒的体育馆 然而把它打烂重建 就能破解这个魔咒吗 它会获得新生吗 我们这里就来聊聊 这座体育馆的失败以及伟大 以及关于老二的悲哀 或许有人就会好奇 为什么雪州政府执意拆除重建 而不是选择维修呢 那根据官方的说法 维修沙亚男体育馆太耗费资金了 2022年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就曾经透露 光是花在体育馆设施的维修费 州政府每年就要支出500万令吉 这还不包括其他维修 或者更换电路系统等等的费用 那如果要完整翻新沙亚男体育馆 恐怕要耗资超过7亿令吉 那相比之下 当局认为以这个价格 来重建一个全新的体育馆更为实际 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风光岁月 那这座沙亚男体育馆也是 他在1991年开始兴建耗资4亿6000万令吉 你看当年视察这个项目的是现任雪州苏丹沙拉福丁 当时还是雪州王主的他 还是伯伯吹的呢 后来体育馆在1994年7月16号正式建成启用 这不只是当时全马最大的体育馆 甚至还是东南亚最大的体育馆 一时之间风光无量 曾经各种大型足球赛如马西亚杯 大马足总杯都在这里举办过 甚至国际知名球队如阿森纳 巴塞罗纳切尔西也曾经在这里踢过球哦 那除了举办体育赛事 摇滚巨星Bon Jovi和知名乐团Maroon 5 都曾经在这里开场呢 只不过说到沙亚男体育馆 也不能不提武吉加利尔的国家体育馆 两者落成不过相差4年 体量也相差无几 一个能容纳8万人 一个8万7千人 两个体育馆之间很有余量之争的意味 随着1998年五级加利尔体育馆落成之后 沙亚男体育馆可以说是长期笼罩 在这个国家体育馆老大的阴影之下 承办大型赛事和活动的机会 也明显少了许多 就算这里有雪州足球队长期驻扎 但每次观看赛事的人数 还是很难达到场馆的一半 大牌歌手的演唱会也占不上边 作为不是外界首选的No.1 沙亚男体育馆的大 也成了他的诅咒之一 维护成本高涨 使用频率低 也让白相计划的争议声浪不进而走 而真正压死压垮这次海灰的 还要数2021年底雪州的那场大雪灾 被淹没的不只是体育馆的草皮 还有它的未来 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各种维修工程连杠 以至于最后沦为沙亚男士的一座大型废墟 只能够在网上评调回他曾经的辉煌 包括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迈 也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传一张他在场馆拍下的照片 赶搭网络上这股哀悼风潮 这座体育馆刚刚在7月1号开始的猜除工作 预计耗时一年 而阿米鲁丁表示 体育馆的猜除和重建将分成三个阶段进行 整体工程费用大约32亿8千万 预计会在2029年完成 未来的蓝图更是往体育城的理念前进 除了根据现代化设计的场馆 还有涵盖周围的商业休闲区 并且有轻快铁LRT3直达 交通会更加方便 至于阿兹敏最近之一 拆除体育馆4500万令吉的费用 究竟是由谁来承担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有机会我们再来细谈 听了这座体育馆的命运 看看五级伽利尔体育馆还在持续运营中 周遭还经常因为大型演唱会或者是大型赛事 让交通陷入瘫痪的同时 山亚南体育馆却等不到30岁生日 提早老化结束生命 格外让人不胜唏嘘 那你怎么看待雪兰娥州政府的决定呢 对于这座体育馆还有什么故事可以补充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后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也记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记得持续关注red.hospital 一起跟进更多国内外新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